2018年5月12日04,36来源,海外网员标题,朴槿惠下台被写进印度历史书数百万学子努力学习朴槿惠海外网。 5月12日电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中学生,正通过以本新的世界历史教科书来研究韩国的烛光集会,该教材详细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和平抗议活动,而丑闻缠身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则因此下台。 据韩联社时日消息,教材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,2016年的韩国烛光集会,民众以和平游行示威方式要求朴槿惠辞职,显示了韩国的民主。 据悉,该教材由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RT出版,来源,韩联社对于被赶下台的朴槿惠,书中称,由于他父亲朴正希的政治遗产,朴槿惠在就任韩国总统之初,曾得到民众的支持。 但在2016年10月,当他让闺蜜崔顺时秘密管理政府事务时,遭到了韩国全国范围的抗议,导致其在2017年3月被弹劾下台。 新教材已被分发到印度全国各地报道称,该书还记录了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,他在去年5月的和平交接中被选为韩国总统。 该书以六页纸的篇幅讲述了从19世纪后期开始,韩国的现代化、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。 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RT国际关系部门负责人P.K.Mando表示,新修订的教科书将帮助我们的学生更好地了解韩国。 他还称,新教材上个月已被分发到印度全国各地的学校,朴槿惠互被保外就医。 近日,66岁的朴槿惠,因病被紧急送院,其健康状况再次引发关注。 有韩梅猜测,鉴于朴槿惠腰疼严重到连坐下都很困难,他可能会申请暂停执行拘留,以办理保外就医。 今年年初,朴槿惠律师柳荣夏透露,朴槿惠健康堪忧,他腰疼反复发作,膝盖肌业的问题也不见好转,还因为肾病加重,出现严重的面部浮肿。 柳荣夏直言,见到他时简直吓了一跳。 当地时间4月6日,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一审,被判处,24年有期徒刑,罚款180亿韩元,约合人民币1.06亿元。 对此,罢恕韩国民众仍觉得判罚力度不够,但三成民众觉得判罚过重。 现年66岁的朴槿惠若被执行,24年有期徒刑,至其刑满时,已90岁高龄,而他也明确表示放弃上诉,编译海外网朱销。